但是做旅游生意是越来越难了 因为这年头旅游不再是走马看花 游客的期待很高 反过来说就是业者的挑战很大 在刚刚节目我们介绍了乌镇的文创旅游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古都西安 西安古称长安 它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 现在它也是著名的旅游圣地 一年接待的游客量将近有八千万人次 到西安来玩除了你一定要看的 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之外 璀璨的唐文化更留下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而西安很聪明 它就在这个大唐主题上大作文章 也造就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特殊风格 这个尺寸就是当年杨贵妃洗澡的地方 初夏委热部门的季节 八方游客分之踏来 只为一亲方则 挺舒服的 水质 水质也挺好的 吃这个细 温泉水花洗凝脂吗 这样的水肯定要洗出来那样的皮肤吗 这里是西安华清池 作为古代帝王温泉行宫 已有三千多年历史 上个世纪八零年代 考古挖掘出行似海棠花的汤池 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见证 尽管物是人非 这段清美故事始终吸睛 宣扬玉环入宫 非常好 非常感人 很有期盼 很宏伟的 离山帷幕 九龙湖坐台 动员240名演员 投资1.7亿人民币 将荡气回肠的长恨歌 在华清池的历史遗迹上 实景演绎 把厚重的冰冷的 躺着的地下的这些历史 让他展现 他的这种历史文化的不可替代性 决定了 在华清池 一定要比普通景区店 做出更能够有震撼性的东西 一张票238元人民币起跳 不算便宜 游客照样买单 从4月到10月的演出季 平均上座率高达8成 一年能创造近8000万人民币营收 其中现代化技术功不可没 上千平米巨型LED荧幕 隐蔽式升降舞台 将古今巧妙融合 在高科技的声光渲染下 产生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 而观众看不到的也不马虎 可能在古代的时候 这种都是用真正的金线 绣上去的 然后当然现在我们做不到 但它也是 这个是设计师的要求 它就底下用了一块 就是本身自带一种 金色花的一个布 不只在服装设计上参考文献 巨马推出八年 不认年资 演员们总是提早两周头 到后台预作准备 西安姑娘复杨今年20岁 2010年金团从曲舞跳起 只要今年总算熬出头 当起杨贵妃 光是一个眼神流转 就让她揣摩了大半年 跟皇上跳舞时的 就是眼神的交流 你要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看她 进演艺圈 我觉得是需要基于人 就先做好本职工作吧 先把杨贵妃引好 对对对 杨贵妃工资加奖金 一个月收入就有人民币六七千 是大陆一般上班族 薪水的两倍 从这不难看出 旅游产业在西安的前景 西安人口不过八百万 去年接待中外游客 却逼近八千万人次 旅游收入达六百五十四亿人民币 到了2015年 还要一口气拉升到一千亿 这数字可一点也不唐突 作为唐代金城 近年来西安政府 致力开发独具特色的 大唐旅游题材 位在曲江新区 占地千亩的芙蓉园 就是一粒 花个十元人民币 就能搞穿越 比读书好玩多了 穿越好 对 但是以前的人 怎么能顶这么重的东西 每天我们就受不了 亭台楼阁 错落有致 蟹桥狼尺 迂回通透 耗资人民币十三亿 在唐代福隆园遗址上 重建新园 打造全大陆最大的 访唐建筑群 这里除了官员林 还能拼堂菜 这盘脆堤满源 出自太平广迹 以莲子搭配白果百合 盛放南瓜中蒸炽 鲜香软嫩 入口即化 而这道胡麻蜂墨 以墨鱼为底 沾果芝麻蛋汁油炸 则是当年唐文宗的最爱 都感觉像回到了 一千多年前 去吃那个皇家 皇帝吃的那个饭 卓唐福上玉宴 道道都有来头 连餐盘器皿也有考究 一顿下来 三五百块人民币跑不掉 依旧吸引不少食客尝鲜 时代的巨轮 就这么来到二十一世纪 几经战犯朝代更迭 顾长安颓痞消逝 还好老祖宗留下的壮丽家产 让金锡安挥洒出 各五光十色的新风采